我可以看一下那个火花吗 在哪儿 这是我23本的其中的五本 23本 好看还是真好看 哎呦好沉啊 我真的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真的是很漂亮 破译 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 就是一些废齿的感觉 我真的很好看 真的漂亮啊 好漂亮 卖给我吧 他不卖 他只是送 他送给你 真的 我这本就是 《辛亥革命的专辑经》 《辛亥革命的专辑经》 这本《辛亥革命专辑经》 它就是一个《辛亥革命史》 问一下这爸爸 您这个这么多火花 在家里边是怎么收藏呢 都是就这么装成定制车的 就放在屋子里 但是你 如果失火了呢 你派人家好的行不行 不是 你 火茶还是放在冰箱里吧 你知道全国 全中国有 跟您一样爱好的人 大概有多少 大概有40人 哦 40个人 40个人 对 怎么少 我觉得你得数一数二了 他估计你在里边更多的是 前三 前五应该有你吧 全世界 走到我这个程度的 我还没听说过 这本节制肯定是世界第一 谁玩专题 都没有超过你的 任何一个专题都不能超过我 哎呀 你开个价 刚才是我爸去卖啊 不叫 叔叔 我觉得 这个东西其实既然你都收集这么多 你不如呢把它变成一个赚钱的工具 开一个 对啊 火花博物馆 赚钱啊 困难的时候 因为家里都是困难啊 嗯 他们就有心事要动我的火花 卖我的火花 有心事要动你的火花 我说这个火花 卖房子也不能卖火花 卖房子也不能卖火花 这个东西必须产生下去 房间的房子卖了你们住哪啊 人家暂时住房子卖掉 以后还会买到更好的房子 那是火花卖掉的 你这一辈子 这个火花你就收不回来了 那你把房子卖掉 你以后拿什么去买呢 你跟我说 慢慢挣钱啊 拿什么挣钱 我觉得这东西好东西 这我们确实啊 确实好东西 真漂亮 真漂亮 像这个爱好就既很好 它又是健康的 但是呢就是一个问题 关键是它 你得好好找到一个 把这个爱好也保存下去 又让老婆孩子 没有那么多抱怨 你看你这袜子 肯定是我们单位的 对啊 我眼熟这袜子 对吧 你看你要能让老婆也不抱怨 闺女也过得幸福 那这个就太好了 我跟她说 真的 这个管理也是对的 但是 我做不到 闺外的火花出来了 我宁愿就今天不吃饭 但是我都要把那面火花拿下 对 你可以不吃饭 你想过老婆孩子怎么能 他们也是简单一点嘛 以后条件好了 他就 以后要怎么条件好 怎么条件好 你现在没有转机啊 慢慢来嘛 没有什么砍过 在我的观点里 慢慢就饿死了 我不是 哎哎哎哎大概 花了400多万 400多万 还是近10年 啊 以前就不说了以前 他两个月最恐怖的就是 两个月买了六七十万 哎呀天哪 两个月六七十万 就是单纯 就买这个东西啊就 一天两万 一万多 哎呀 你女儿跟我们导演说 你们家还在外面欠着债呢 我还现在银行还贷了款 贷了50万 我 关键是她还要拿钱去买 就是这样 你 哎要不然